您好 我们可以现在开始了吗 可以 好 大家好 非常开心大家能够来到 Chaos Mesh 的每天的 Track 然后 要不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这次的主题其实是 Chaos Mesh 概览 实践和未来 我们会简单地介绍一下 混沌工程以及 Chaos Mesh 是什么 然后以及介绍一下 Chaos Mesh 在 PinCab 和腾讯中内部实践 然后我们再来展望一下 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 我们先请讲者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OK 大家好 我叫殷成文 来自 PinCab 目前在 PinCab 负责 Cloud Infra 相关的事情 也是 Chaos Mesh 项目的 maintainer 谢谢 我叫高向林 然后我现在腾讯工作 之前我是在阿里云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 混沌工程还有集训管理这一块 然后大家如果联系我的话可以联系我的邮箱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周志强 对 我剪了个头发 我之前是比较长头发 然后我是 Chaos Mesh 的 maintainer 然后之前也在 PinCab 工作 然后现在的状态是一个独立开发者 好 我们今天的议题大概是这样 对 在开始我们这次议题之前 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在场的大家 大约有多少已经听说过混沌工程 或者说就是用过 Chaos Mesh 类似的工具 可以几个手看一下 好 还有相当多的 那我再问一下大家有多少同学 在自己的生战环境上做过混沌工程 好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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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的议题其实还是相当于稍微简单一点 变相于一个大致的概览 然后以及介绍一下 Chaos Mesh 怎么工作的 然后我们最后会有一个QA环节 如果我们时间来得及的话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问题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混沌工程它是什么 我们背景是这样的 随着云原生和微服务的普及 应用程序的复杂性 其实正在日益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确定性的测试 其实是仅使用确定性的测试 来确保应用的稳定性 或者它的功能符合预期 其实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几乎很难去覆盖 所有现实中可能遇到所有故障 这就是可能我们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混沌工程 通过模拟一些真实的世界中 会遇到的故障 混沌工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以及改进我们的系统 而且我们还必须到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故障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最常见的例子可能就是Github 我们众所周知Github最近一段时间 也非常的不稳定 仅在过去8月和9月的时间 我们经过统计的故障次数 就到达了37次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提醒我们 就是无论是 我们的系统已经非常复杂了 然后我们的infra 可能也已经非常完善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故障还是总会发生 然后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Elon Musk在收购了Twitter以后 他进行了一个非常aggressive的事情 就是将他们的服务器 从萨拉门托迁移到俄勒纲 他在迁移的时候 就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拔了几个电源 然后发现服务没有问题 然后就把整个服务器的机器 全部牵过去了 然后后来Twitter的这些 可能大家可能也知道 也就是说 其实无论是自然也好 还是人文也好 都会导致故障这种发生 这其实不仅体现了我们需要深入理解 系统的行为 以及我们对它的干涉 也一定程度上提醒了 如果我们之前做混沌工程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预防 以及应对这种故障方面 混沌工程会带来这样的价值 然后让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混沌工程吧 混沌工程它其实是一个 在经验基础上做实验的学科 它其实是在受控环境中 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方式 来打破我们事物的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用来增强我们对应用 在面对动荡条件时 是否稳定的这么一个信心 然后需要强调的几点是 混沌工程并不是随机的 没有目的的随意破坏事物 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它是通过实验的方式 来揭示系统的弱点 从而让我们提高 对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进行混沌实验时 我们需要明确实验的目标是什么 精心设计实验方案 并且在实验结束以后 进行详细的分析 才能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 如何帮助我们提高目前的系统 混沌工程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10年 当时Netflix创建了 就是挺有名的 Chaos Monkey 混沌猴子 这是一个自动化的工具 它其实当时做的事情很简单 因为当时AWS 还没有现在这么维定 它做的事情就是随机的关闭 EC2 然后来测试系统的弹性 再往后在这个基础上 Netflix出了一些Army 还有Chaos.com这种内部的工具 然后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指引的条件 叫做Principal Chaos Immune 这个指导的理念出现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左右 以后有一些开源的项目开始出现 然后直到最近2020年以后 各大云服务商开始推出他们的 云上的混沌工程的工具和服务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Chaos Mesh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Chaos Mesh是一个开源的混沌工程平台 它基于Kubernetes 它在Kubernetes上进行混沌实验 提供了全面和易于使用的工具链 然后 Chaos Mesh使用CRD Custom Resource Definition的方式 来定义混沌实验类型 并且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故障注入的方法 包括Pod的故障 网络的故障 时钟故障 和DNS故障等等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 Chaos D 在虚拟机或者是物理机上进行故障模拟 Chaos Mesh也提供了调度的机制 也可以按照指定的时间 或者是使用工作流来管理多个实验 我们来看一下 Chaos Mesh的主要特性 Chaos Mesh首先说提供了多种 多样的混沌实验 刚才提到了 Pod Chaos Netable Chaos IO Chaos DNS Chaos Time Chaos 和GBM Chaos 等等 这些都是以CRD的形式来定义的 也就是说你写个YAML 就可以实行一个实验 Customer还提供了Node级别的一些混沌工程 就是刚才提到的 Chaos D工具 我们可以读入进程级别的故障 网络故障 压力场景 以及磁盘错误等等 并且 Chaos Mesh还提供了 因为 Chaos Mesh 使用CRD来定义我们的实验类型 它其实是专用的 而且是可预测的混沌实验 而且我们提供了调度和工作流动能力 可以按照预期设计混沌实验 并且 Chaos Mesh 还提供了一个Web UI 我们叫 Chaos Dashboard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界面来管理 和检视我们的混沌实验 所以我们可以设计 它是异于使用 以及异于集成 无论是我们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也好 还是说我们已经在这边用了很多 经过很久的磨练式经验 丰富度增加也好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快速上手 充分地使用 Chaos Mesh 带来的能力 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Chaos Mesh的架构 目前Chaos Mesh它设计 它主要是由四部分构成 首先我们有Chaos Dashboard 这是我们可能最常见的 用户最常见的部分 它是一个Web UI 它就可以用来管理以及检查 我们混沌实验的情况 它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然后用户可以在上面非常轻松的 创建运行以及监控我们的混沌状状态 然后我们拥有一个Chaos Controller Manager 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 这是我们最核心的组件 它负责管理和调度混沌实验 它会检测和处理 我们混沌实验中的状态变化 就是遵循了Kubernetes Operator 那个模型 来确保混沌实验 是按照预期进行的 接下来我们有Chaos Demon Chaos Demon是Chaos Mesh的 混沌的注入器和执行器 它其实是最直接和Linux Controller的交道 它会在每个节点上 有一个Privileged的DemonSet 然后负责执行Controller Manager 发送的命令 来包括注入和恢复实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Chaos D Chaos D 因为它是物理机上面的注入器 所以没有画在这个 Kubernetes的这个构构图里面 Chaos D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组件 它可以运行在物理机上 然后用来模拟对物理机和虚拟机的 一个混沌注入器 这些部分其实就构成了Chaos Mesh的构架 然后可以使用户在Privileged环境中 或者是Fake Privileged环境中 注入我们的实验 然后简单 再简单介绍一下Chaos Mesh它的工作流程 Chaos Mesh Controller 是我们的关键组件之一 当我们通过Yaml方式 或者是在Web UI里面 创建一个混沌实验以后 Chaos Mesh Controller Chaos Controller Manager 它会观测到这个 这个实验的创建或者更改 然后Chaos Controller Manager 会决定核实 根据你的Spec 决定核实进行故障注入和恢复 然后以及你的预期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是到底是网络故障 还是炮的故障等等 一旦决定 一旦决定 这样进行故障注入的时候 Chaos Controller Manager 就会调用Chaos Demons 来执行故障注入 好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Chaos Demons Chaos Demons Chaos Demons是Chaos Mesh 这种另一个关键组件 它负责最实际的故障注入 和恢复操作 Chaos Demons 其实是使用了Linux Container的 一些相关的技术 比如说Namespace和C Groups 我们来侵入我们需要被注入的那个容器 可以精确的控制和限制容器的一些资源应用 或者占用它的资源 或者在里面加入一些Network 规则来达到模拟各种故障的目的 所以说通过容器这种形式 Chaos Demons可以在容器级别进行故障注入 而且它的隔离性也是相对比较好的 可以 接下来我们来展示一下 Chaos Mesh的一些Practice实践 Hello 大家好 OK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Chaos Mesh 在PinkApp以及Tedby 以及Tedby Cloud这样的一个实践 就是像大家可能知道 Tedby是一个封布式数据库 对吧 然后它底层有一个存储的组件 叫TechV 也是CNCF的一个项目 所以像这种存储的组件 它经常会和一些内核打交道比较多 所以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在去build这样一个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把TechV 就是Tedby集群 部署到K8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观测到K8环境里面 我们的TechV 它的RO出现了抖动 但这种抖动 我们一开始又找不到原因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排查 这个抖动的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 它的一个RO的一个系统调用 并且在抖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Demessage里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没办法分配内存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 是吧 然后我们当时就去查 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原因处发的 最后我们找到 是因为KMemory里面一个accounting 就是在内核 比较早的版本里面 它有一个内核的bug 但是这个内核的bug呢 需要你开启一个 叫 一个limit的一个试制 然后它就会处发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 是因为K8里面的runc 然后它默认把这个 那个这个试制打开了 然后处发了这个问题 其实你要把内核版本 升上去之后 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K8里面 把这个配置 默认配置关掉了 也没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当时 在使用的时候 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就给我们带来一个警示 就是说内核问题 它并不是说内核非常稳定 其实它内核问题经常发生 只是有时候我们各种组件 底层的一些东西把它给覆盖掉了 或者是屏蔽掉了 所以但是当我们做一些 底层的服务的时候 这些内核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基于置点 我们就想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们去快速 或者帮我们去覆盖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去开发了 Chaos Match 以及内部的一个刺激平台 这也是我们当初 为什么去做 Chaos Match的一个原因 对 这地方 我们开发 Chaos Match之后 我们想把整一个混沌工程 这样一个事情 融合到整一个 Tedby的一个开发流程里面 比如说 当我们研发 在开发的时候 在测试的时候 在发版的时候 都应该用到这一个混沌工程 去帮助他们去验证 它整一个系统 开发的新的feature 但是这些 那个混沌工程的一些case 可能是说 我们之前 线上遇到的问题 也可能是说 我们设计 我们开发 提到的一些设计好的一些case 融合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开发平台里面 然后把这些case 就是我们用那个Github repo 不同分支 来去管理不同版本的一个 运行的一个case 然后底层去调用 Chaos Match 然后来当我们有新的版本 去处发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处发 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测试 这个测试正常会跑7x2小时 7x24小时 当遇到问题了之后 我们再去迭代 回归我们这样一个测试 这是我们整一个那个TIDB 在发布的时候 要跑的这样一个测试 就正常来说 我们那个Master版本 会跑所有的 我们积累下来的一些case 不同其他分支的版本 有一些特定的case 有一些特定feature的case 都会加进去 用过这种Github 再加Cals Match 这种结合的方式 然后那个 以及我们内部 有一个case管理的 这样一个可视化的 一个管理的一个平台的方式 来去帮助我们的一个测试 以及研发 在那个开发测试 发版的过程中 去使用这样一个 Cals Match 以及使用这个混沌工程 对 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TIDB 然后现在提供TIDB Cloud 这样的一个原服务 对吧 有客户想要上你的一个 原服务的时候 他首先想的是 你的云服务 或者是你的TIDB 到底稳不稳定 那么如何来去 帮助用户来去 确定他们整一个系统 就是或者是说 这么说 就是说让他们来相信 我们系统是稳定的 那我们就想 能不能把我们之前 在内部做的一些 故障测试这些东西 全部落地 落成一个个的一个case 然后在我们的Cloud上 当用户想去做POC的时候 他一键点 把所有的稳定性词试 全跑一遍 然后给他一个 稳定性词试的一个报告 这样的话 用户就会 就是说他在上线的时候 POC的时候 都会更加相信 这个平台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在那个 后面在做TIDB Cloud的时候 我们也就尝试 把我们的一个故障注入 以及那个混沌工程的能力 融合到我们的人平台上去 这地方其实是简单的一个 我们云平台的一个架构 其实三层的一个逻辑很简单 因为底层是一个 我们运行集群的里面 就是K8的一个集群 然后上层是Global 然后再加Reno的一个管控 我们通过这种 在用户的一个K8里面 当用户要那个开始 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测试的时候 我们通过上层的一个叫 叫Cal Service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安装的命令 发送到Reno上的一个控制面 然后Reno上的控制面 然后在那个用户的一个K8集群里面 去安装这样一个Cal Service Match 其实整体的链路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这条链路和大多数做那个Cloud 或者做集成管理都是比较类似的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当用户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用户需要先去那个安装 就是它有一个按钮去那个Enable 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去那个 再去把它的一个故障 按照我们把一些Case定义好 它去跑这样的Case 然后再出这样的一个报告 对 OK 这是一个我们在TDP Cloud上 去做那个简单招test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这边是一个按钮 就是说我们需要用户先去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Enable这样的功能 功能之后 它再选择要去测试的一些Case 就比如说我要去模拟PD挂掉 或者是Meta数据挂掉 或者是去模拟那个某一个节点有问题 或者是网络分区 这些我们我们把这些Case都是那个落地好 它一键去出发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用户就不需要再去自己去试 这样的一个实验 并且能够去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理解 去帮设计好这种一个流程 帮它出完整的一个稳定测试报告 对 然后但是因为你做这种招test测试 或者是稳定测试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破坏性的 所以你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流程里面加了一个审批流程 也就是说你创建了这个实验之后 需要有其他的人去那个Pro 就是去允许去运行这个实验 然后才可以去运行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用户 在POC的时候会这样去用 这样的一个招test测试 对 然后当用户 那个去 就相当于就是approved之后 然后就会去做这样的测试 最后去输出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测试报告 对 OK 我的介绍到智希 我接下来交给向林 OK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腾讯专用云在混沌工程领域的一个最佳实践 然后这个奥斯卡是我们腾讯专用云的一个混沌工程的平台 也是我们腾讯这边的这个最佳实践的一个载体 这个奥斯卡就是我们混沌 腾讯私有云的一个自研的混沌平台 然后在构建平台底层能力固壮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Keyos Match做底层的一个能力的注入 然后奥斯卡平台是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固壮注入类型 然后具有强大的固壮编排的场景 然后方便用户在自己的这个开发和生产环境中 然后去模拟出现的各种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异常 对 然后去帮助用户去发现系统的潜在问题 然后目前的话奥斯卡是在内外部都有着非常多的一个使用 OK 好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整个奥斯卡平台的架构 以及Keyos Match在这个奥斯卡平台里面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整个平台最上层的就是流量入口 用户通过HTTP或者是UI的话对整个平台进行访问 API Server会接受来自于流量入口的所有的请求 然后做相应的处理 那么编排引擎的话会对注入的故障进行一个整体的编排 并且去做一个执行 然后故障的具体的编排的信息和任务执行的一些详细的这种中间的一些信息 都会存在持久化的一个存储中 Keyos Match则位于混沌注入层 它和自研的混沌注入能力一起为整个平台提供了整个原子故障注入的一个能力 那最下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是长在这个Keyos底座上面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选的这个腾讯的一些私有云的一些服务 对 然后这张图的最左边也是我们的一个 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最佳实践就是Oscar Hub 它主要用于储存和分发我们编排好的各种故障场景 OK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Keyos Match在奥斯卡中的一些最佳的实践的案例 这个Case的背景就是说我们专用云具有局点多 并且内置产品多 然后客户对内置产品的高可用的演练都有一些需求 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就设计并实现了这个叫做Oscar Hub Oscar Hub可以把编排好的混沌场景进行存储和分发 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提交的这个局点做演练 就以便达到一个一次编排多局点演练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在选择故障编排的时候不去选具体的编排类型 不是不去选具体的编排的这个目标 对 就例如说我不会去具体的选我要演练Pod A Pod B 而是我去选择这个对应的产品的它的一个Label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动态地去在故障注入的时候去选择 具体的一个注入的这个对象 从而保证去实现一次编排多局点演练的这样一个效果 OK 第二个Case则是我们的一个演练的管理和演练报告输出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演练这件事情的话 一般是可以分为就是演练前演练中演练后三个部分 对吧 那我就分别就这三个部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块的一个经验 那么首先是演练前 如果大家就是平时做过混沌工程实验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场景 就是我可能写错了一个注入的容器 或者说我注入的这个Pod 它可能已经在系统里面不存在了 那这样的话你去触发实验 就会报一个错 然后这个错的话你可能要排查半天 然后最后发现是自己写错了 或者说是你自己要演练的资源已经不在了 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浪费在这一个 可以说是不值得的事情上面去吧 对吧 那么为了快捷地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就引入了叫做演练目标的一个检查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在演练之前 会对演练的目标的这个状态做一个检查 只有这个演练目标的状态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才会去做演练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前面我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演练中的话 我这边是非常建议大家将注入故障的一些细节 还有恢复故障的一些细节 都持久化地落到你的那个持久存储的盘里面去 这样的话我们后续去复盘 还有去归档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在演练后的话 演练后的话奥斯卡平台是会输出一个报告 就是最右边的那个 然后这个报告的话里面有详细的一些演练场景 然后详细的演练信息 还有一些监控信息之类的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演练的这个归档 然后包括后续我们如果是针对这个演练 我们要做一些复盘什么的 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从这些报告里面 去得到我们享用的信息 OK 好 谢谢陈文和向林 在下一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章节我们看一下 Kellsmash未来的发展方向 大家其实可能看到了 就是无论是在腾讯的使用 还是在PinkApp的使用 都发现Kellsmash并不是一个 all-in-one的这么一个平台 它有擅长东西也有不擅长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想做的实验机是说 发挥我们所擅长的东西 让Kellsmash作为一个 目前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 混音工程步入工具 我们会在步入的工程这边做精 然后也会去尝试探索其他的更多 就是混音工程中整个闭环中 更多的一些领域 我们最多来说 最关注的 目前最关注来说 是关于observability的一个事情 就是关于可观测性 因为我们在发现如果 一个系统它的可观测性能 没有做好 那么我们人在上面做混音工程 是非常不靠谱的 而且我们一些关于 混音故障 Kellsmash experiment 自己的metrics 其实我们目前也暴露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 Workflow Health里面加入一些和 在Workflow里面加入和Health Check 相关的一些集成 可以使用户按需确保 就是自己应用的健康检查 然后也确保混音工程的实验 符合预期稳定运行 或者是根据当前的情况按需终止 然后再说我们希望提供一些 Kellsmash experiment相关的一些metrics 比如说如果我们注入了一个网络的 一个故障 我们其实挺希望说 这个电路中具体的流量情况是怎样 然后丢包丢了多少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还 现在我们还正在计划支持多集群的Chaos 它的目的是能够使用户只操作一个集群 相当于是在management cluster中 就可以在多个集群中统一的调度和管理混沌实验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个集群中 建立一个Workflow 然后这个Workflow可能会 它是一个多集群的实验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同时不同的集群里面 注入Pod Chaos或者Network Chaos 然后我们的代码库其实也在持续不断的优化中 我们会根据最新的CMH支持 一般我们发release以后到后面的一到两周内 我们就会把最新的CMH支持进去 然后我们也在持续不停的优化集成测试 以及端到端测试 因为Chaos这个场景 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单元测试来集成 因为它和太多模块集成了 比如说一个Network Chaos 我们如果不应用集成测试的话 我们是很难确保它 确保它是达到我们 它是很难确保达到我们的目的和效果的 然后最后我们其实也在探索 是不是有和其他开源项目合作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流量方面 可能有HTO Linkerd 然后在Github上面 已经有Tekton或者是Flux 我们其实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使用纯的开源组件来拼凑一个 叫做Chap这样一个系统 Chap它其实是Netflix内部的一个 什么叫做Chaos Automation Platform 它其实就可以指导从流浪 从流浪自动的分流 灰度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可单性报告 以及最后的结构 它其实都是可以自动化的执行 我们其实在想我们有没有机会 使用开源的项目来组建这么一个平台 ChaosMate未来还是可能性非常大的 我们非常期待与大家一起探索这个领域 然后我们今天下午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参与一下我们的Boost 我们今天下午在12点半到2点 下午2点在P3A这个地方 我们在一楼那个会厅 你可以与我们同学直接交流 无论是进入细节还是实践也好 都可以来聊 然后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区 然后你可以访问这个ChaosMesh.org 可以访问我们的文档 我们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使用指南 以及上手文档 然后如果您在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 可以在Slack或者是说GetHub Issue 或Discussion里面提Ticket 然后我们也有Twitter和YouTube Channel 社交媒体 然后我们也会发一些 我们最新的一些活动消息 或者说Ticket Survey 好 ChaosMesh的社区 ChaosMesh的发展是离不开社区的支持 然后我们非常期待 你们能够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 好 我看我们还有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好 你好 请说 这样的就是没有声音 我们在做HTTP故障注入的时候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你下面的Cubernetes的集群 它可能是源于自建的可能源于虚拟机 可能源于其他的云场商 我们当前在社区里提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HTTP进行故障注入的时候 当它它可以产生问题 就是可以产生HTTP的一些故障 也可以达到一些的效果 但是它恢复不了 它是它会什么不了 它就是我看一下具体的稍等 也就是说是您在使用KaosMesh 注入HTTP Kaos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吗 是的 OK 就是比如说你注入完之后 POD就不能再访问了 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 可以我们一会儿在我们boost上面讨论一下 这有可能是一个case by case的一个情况 或者bug 我们可以细节聊一下 我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内核的东西 因为云场商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供应商 它对网卡网络的插件和Linux的内核有拆解 所以都回复不了 是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目前遇到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各个云场上面的支持 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做到 就是完全的那个competibility测试 这个可能是需要社区和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保证它在所有的云场 还有所有的操作系统 所有的发行板上都完美执行 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一起去共同构建这个事情 这个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这个暂时没有在文档上有突出计划 我们可以后面聊 因为我们目前可能社区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多 好 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那边 方便把话筒传过去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之前其实也是用过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刚刚讲Oscar 他们那个平台的时候 演练的时候有加入一些比如说 容错范围检查 因为比如说我演练的时候 我有一些错误 我是预期到我是可以接受的 有这些容错范围检查的这种 OK OK 就是你的问题是 Oscar在演练的时候 是否有自动终止的一些条件 对吧 就是例如我的这个平台已经可能 这个故障已经影响到生产了 对吧 或者说已经可能我的流量已经再往下走了 那我们这边就是 Oscar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有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通过HTTP 或者Shel脚本去调用你的一个特定的接口 它可能是你的业务接口 也可能是其他接口 如果它 举个例子 如果你这个接口返回了 四次以上的非200的这个请求 那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 将这个演练的case自动终止掉 这样去保证 我们的混沌演练不会对你的生产平台造成 故障性的影响 OK 其实这个也是 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 但是我刚刚那个问题的重点就是说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有两个POD 那我有一个POD 我通过混沌工程就把它干掉了 对 那我的业务实际上可能无论是再怎么样 很牛的负载均衡 它总会有那么一点的就是抖动的嘛 对 那我这个抖动其实是在我的容作范围以内的 OK 那比如说我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实验演练的这个过程 那我判断它成功或者失败 嗯 就是这个抖动有这种 就是可接受的这种检测吗 嗯 这个是有的 就是 这边的话就是 在奥斯卡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些 呃 策略化的配置 呃 你可以容忍它抖动一段时间 假如说可能 呃 两秒或者三秒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那我们就认为 你这个演练的结果是不符合预期的 如果你这个抖动可能只有一秒钟 那我们就是会 在 其实在演练报告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 就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论的 就是 会有一个演练结论在就是 呃 如果 呃 如果我们的那个检测系统 检练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 看不清 这个地方会显示 就是说你的这个 演练是符合这个 整个预期的 对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机制在 嗯 谢谢 不好意思 由于时间关系 可能我们没有 更多的时间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但是 还是欢迎参加我们的 这个boost 然后有更多的谢谢可以在下面聊 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过来 听我们在这边聊 Chaos Mesh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